半導體為何是21世紀最重要的產業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能只看此時此刻 回到1956年 當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給了三位美國人 威廉·肖克利、約翰·巴丁、沃爾特·布拉頓 以表彰他們對半導體的研究和發現電晶體效應 這句話揭開了一個新時代的序幕 在獲獎的9年前 1947年12月16日 世界上第一顆電晶體誕生了 電子科學從真空管一腳踏入了電晶體時代 笨重的真空管 開換成反應快、體積小的電晶體 讓世界天翻地覆 現在小小的晶片已經能塞入上百億個電晶體 運行無數的任務與程式 也為半導體產業帶來無可限量的產值 要徹底了解半導體這個巨大無比的產業 就得先來看看這個產業是如何崛起的 世界上第一顆電晶體又是怎麼誕生的 上一集我們提到 第一台通用型電子計算機的誕生 要歸功於真空管的發明 真空管可以透過改變雜極的電壓 控制從陰極流到陽極的電子數量 簡單來說 就像是一個可以控制水流大小的水龍頭 而大大小小的水龍頭串在一起 就可以完成複雜的邏輯電路 甚至是數學運算 但真空管笨重 壽命不長的致命傷 讓電腦科技的成長受到了限制 畢竟當電腦變得大台 真空管數量增加 就會面臨每天都有真空管壞掉 每天都要修電腦 什麼事都不能做的窘境 這逼迫了科學家勢必要尋找新的材料 他們要尋找的目標必須跟真空管一樣 具備三個電極 並且我們能透過改變其中一個電極的電壓 控制另外兩個電極的電流 這種構造在廣義上被稱為三極體 這些三極體必須滿足兩個條件 一是電子或電流的流向 應該具有單向性 只會朝一個方向流動 例如三極管的電子只會從陰極流向陽極 二是可以通過外加的電廠來控制這個電流 例如三極管可以改變雜極的電壓來調控電流 一切出自於某個巧合 1940年貝爾實驗室的工程師羅素奧爾 在測量細的電阻時偶然發現其中一塊純細 在燈光的照射下竟然出現了電壓 這明明只是一塊絕緣體細啊 仔細調查才發現這塊純細中間有條裂縫 而且成分不純 關鍵就是這個不純 在裂縫的一側似乎摻了少許的零 而另一側則摻了少許的銅 這顆小小的細石就是細半導體 在世人前的首次亮相 半導體的概念在這之前其實早就存在了 但湊巧發現通過摻雜元素 就能做出細半導體還是第一次 根據元素周期表很快就能大致推測出原因 細在周期表位列第四族 代表細原子最外層的架電子有四顆 可以想像成有四隻空出來的手 可以和周圍的原子取作用 例如在純細晶體中 這四隻手的每隻手 都會和周邊的另一顆細原子 手牽手 最後當一堆細原子都互相手牽手 就會組合成一個巨大且穩固的結構 因為這些手都是電子 本來是拿來導電的 現在手控不出來 細也就無法導電 是個標準的絕緣體 但如果這個時候出現不速之客 一個有五隻手的零突然查了進來 那麼情況就不一樣了 零會多出一隻手 也就是多出一顆相對自由的電子 反過來說 如果摻了只有三隻手的棚 就會有一顆細的電子找不到人牽手 形成一個等待其他電子來作伴的電動 當這兩塊半導體材料距離很近 並且照光 參零系半導體的電子就會獲得能量 而跳躍到旁邊 可求電子的參鵬系半導體 他們很快將含零帶自由電子的半導體 取為N型半導體 含鵬而出現電子空缺 電動的則為P型半導體 看來滿足三集體第一個條件 也就是電子或電流的流向 必須具有單向性的材料找到了 接下來貝爾實驗室的天才同事們 維廉·肖克利、沃爾特·布拉頓、約翰·巴丁 相繼加入研究 準備開發使用半導體材料的三集體 在奧爾發現細半導體的7年後 1947年 第一顆電晶體終於在貝爾實驗室中誕生了 這顆原初電晶體的體積可不小 整個裝置差不多等於一個放在桌上的馬克杯 在靠近桌面的金屬基板上 放有一塊N型褶半導體 褶跟細一樣都是最外層有四顆電子的材料 可以透過放入0、鵬或其他三足與五足元素 來製成P型與N型半導體 在N型褶半導體的上方 懸吊著一個三角形塑膠塊 表面則貼上一層薄薄的金箔 並在三角形的尖端輕輕割上一刀 分成左右兩片互不接觸但距離極近的金箔 最後讓三角形與兩片金箔輕輕接觸褶的表面 第一顆電晶體就完成了 它是怎麼運作的呢? 訊號輸入的地方是電晶體左側 接上正極的射極 大量電子的出入口 則是右方作為極極的金箔 以及下方作為極極的N型半導體 當我們在射極施加正電壓 電壓會在褶的表面產生許多電動 讓褶從N型變為P型 這個影響範圍並不大 但是一旁的金箔也就是極極靠得非常近 因此對極極來說 它的周圍也出現了許多電動 此時在極極接上更大的負電壓 電動就可以經由極極離開 產生更大的電流達到訊號放大的效果 雖然成果很成功 但有人開心不太起來 蕭克利作為實驗室主管 與物理學天才 為這個計畫帶來諸多的想法 功不可沒 可是最後第一顆電晶體誕生的時候 實際上蕭克利並不在場 甚至這顆電晶體 並不是使用蕭克利的設計 最後的完成品 可以說是布拉頓與巴丁 透過不斷實驗 摸索出來的全新設計 最後蕭克利發現 專利書上竟然沒有出現自己的名字 甚至自己最早提出的設計 也被其他人搶去了專利 在這顆電晶體的發表記者會上 記者們拍下了一張經典的照片 蕭克利依然坐在中間 左右分別為巴丁與布拉頓 看起來是三個人的共同功勞 然而表面真善美 現實滿連血 記者此時此刻還完全不知道 蕭克利並沒有被列為發明人這件事 事情還沒完 更狗險的是 在場也沒有人知道 蕭克利為了證明自身的價值 早在記者會兩天前竟然拿了 他自己構想出的全新設計 升起了專利 而比起貝爾實驗室的第一顆電晶體 蕭克利這項專利的重要性更為傑出 被後世認為是近代電子學上 最具革命性的發明 它就是赫赫有名的 雙極性接面型電晶體 BJT 這項發明實在證明了 蕭克利對世界的巨大貢獻 蕭克利還真的成功扳回一層 只能說一張看似光鮮亮麗 和樂融融的照片背後 有多少勾心鬥角的劇情 真的沒人猜得到 其實三人一起發明的第一顆電晶體 缺點不能說很多 簡直是令人想翻桌 算上機械支撐結構 大小大概有一個馬克杯那麼大 而且其中兩個電極 還是兩片靠得非常近的金箔 輕輕的貼在褶半導體上 金箔的末端則和褶金屬輕輕接觸 這樣的電晶體構造成為點接素電晶體 實際上跟我們現在常見的電晶體結構 長得非常不一樣 因為它的結構脆弱 而且不易製造 如果遇到晃動與碰撞 射擊與積極的位置偏了一些 就有可能導致電特性改變 而讓電晶體報銷 蕭克利決定設計出更加完美的電晶體 來證明自己的實力 他重新改良一開始提出 卻沒有被完成的想法 做出了一個由三塊半導體材料組成的電晶體 這塊電晶體有著三明治結構 兩塊N型半導體在兩側 P型半導體被夾在中間 對應三極體的三個電極 中間的P型半導體是積極 兩旁的N型半導體則作為射極與極極 這個結構不僅單純 製作上也比點接素是簡單 材料也不再只能用褶 而可以用地球地殼中第二豐富的元素 矽 這就是當今非常重要的電晶體之一 雙極性接面型電晶體BJT 下一集我們就要來深度聊聊 BJT為何足以改變世界 以及另一個對現代晶片來說 最重要的電晶體結構 MOSFET又是如何出現的 還有 縱觀蕭克利的整個人生 可以看得出來 他自尊心與野心極強 對功勞被搶走這件事的在意程度 遠超一般人 雖然他本人也確實有對應實力的才氣 但我也想問問大家 要是你站在蕭克利的立場 看著最後的發明專利沒有自己的名字 你會怎麼做呢 你是會在記者會上直接翻桌看到血流成河嗎 還是會學習蕭克利 把自己的榮耀用自己的雙手爭回來呢 你有更多負仇 我會說更多良性競爭的想法嗎 歡迎分享給我們知道吧 最後蕭克利的故事才剛開始呢 曾一度被背叛並且成功復仇的蕭克利 竟然在促成戲谷的崛起之後 又遭受了另一次的背叛 記得繼續鎖定超級大戲 戲與血之歌 我們下一集再見 字幕必須 Wayne 都標誇 題字幕提供